嗨啦 欢迎收看超新少年 工业是流行时尚的基础 你究竟喜欢的是物体的本质 还是那个虚化的价钱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讲 台湾电子业的故事 台湾的高科技业非常嚣张 但是你知道 其实高科技业的前身就是电子业 而电子业在台湾有非常多丰富的历史 包含了赌博电丸 包含了台积电 包含了当时台湾是如何发展出电子业的 所以这一集 它的内容非常精彩 而且它的资讯量非常的庞大 让我们来一起细其评论 嗨大家好 我是超新生 咱们要跟人家说说 这个台湾的电子 说到台湾的电子 你才说的假算机啊 其实一台计算机呢 你可以从里面看到 台湾60年来的电子产业的历史 如果我们把台湾的电子产业 分成三大区块 第一个就是半导体 第二个就是电脑 第三个那就是显示器 台湾的第一台电脑 在1963年的时候登陆了 当时从基隆港进入 那台叫做IBM-650 你知道我们第一台电脑要送到哪里去吗 小贝 如果这个地方拥有了 第一台最先进的东西 应该要送去哪里 应该是台北 总统府 然后让总统用电脑 对 这个东西连总统都没看过 跨时代 不是 是当时是新竹的交大 交通大学 为什么是交大 因为我们在交大有实习生 不是 其实当时的交通大学呢 它的大学使命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的电脑 长成什么样子了 那个时候的电脑 其实它是用打孔式的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在派CNC的历史 那个时候当中 有一台打孔式的NC 当时的第一台电脑 其实它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当时登陆台湾的第一台电脑 大概600到800公斤 然后我们从基隆港 运送到交大的时间 花了一天一夜 我们用牛车拉的 那时候不是有汽车干扭车在吗 因为台湾的路啊 当时没这么好 在50年前60年前的台湾 因为怕震动 电脑那个震震震会震坏 所以用牛车拉 牛车比较稳一点 因为精密仪器呢 它非常的怕震动 所以它的时速不能超过5公里 然后连夜呢 就是用小牛车这样 咚咚咚咚咚咚咚 一路的晕过去 所以你只要当个好牛 你不怕没有电脑可以拖 牛都拖过电脑了 你拖过吗 没有 当我们在看一个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千万不能用现在的概念 去回想那个时候 而是要用当时的时空 跟当时的背景去幻想出 它是一个多么大的创举 好比说在1960年代的时候 当时台湾的月薪 大概是780块钱 大家先记好这概念啦 因为台湾当时是低薪 劳力高 所以美商通用公司呢 它那个时候就到高雄 然后去设厂 当时除了他们呢 还有谁 菲利浦 美国的德州仪器 还有许许多多 就是现在大家 驾驭呼叫的各种公司 都在那个时候 进到台湾来设厂 当时他们就进行了 许多半导体的封装跟测试 而那个时候呢 就奠定了台湾IC的基础 在那个台湾当时 肯拼肯做 敢做事的年代呢 其实引进了许多大量的大公司 跟外商公司到台湾来发展 而这个时候的台湾呢 它其实是以 劳力秘籍的纺织业为主 但是呢 在整个全世界的地球上呢 大家就是有一种 以保护主义 再加上能源危机的关系 所以勒 保护主义是什么勒 就是政府它要保护 自己国家的制造商 然后去避免国际竞争 就是怕大家消价竞争嘛 很好 不会是念台大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 像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意识到说 嗯 我们要变 我们要转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永远的定律吗 就是会变 你知道只有一个东西 是不会变的 你知道什么吗 历史 历史是会改变的 因为历史是人写出来的 千金 千金也是会变的 千金会老的 那怎么不会变 就是变 这件事情是不变的 这个很哲学耶 很哲学对 我最近去上课学到了 所以当时的台湾政府 就想到了 我们要变 那我们要从劳力秘籍的产业 变成是技术秘籍的产业 于是 在1974年的时候 台北的那一条南洋街 小猩猩豆浆店里面 有七个人发生了 改变台湾的 害人听闻的国际事件 叫还叫害人听闻 害人想听的意思 这七个人很重要 大家可以记下来 你会发现这七个人 原来跟你的生活里面 没有差太远 那你知道这七个人是谁吗 当年的经济部长孙玉权 交通部长高玉树 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兆正 电信研究所所长堪宝黄 行政院副秘书长费华 电信总局局长方贤齐 及 RCA微波研究室主任的潘文渊 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是一切 所以我们最快的方法 就是从美国 把技术直接引进来 所以我们就要用铸造晶体电路 开始为作手 我们来做电阻表 我们这个是台湾的 那个表带 表口都有在做的 对吗 所以做这个电阻表 就很快可以顺带 这个时候旁边的孙部长就说了 你老车呢 有多少时间才能够在台湾省根 当时潘文渊就说 死念 那你绝对划多少钱呢 潘文渊听完 想了又想 伸出了一根手指头 1000万 到了 按照当时台湾的汇率呢 1000万美金 大概就等于4亿台币 大概现在208亿 旁边的村部长慎重的点点 他说 可以 买单了 所以呢 就在这个7个人的早餐汇报当中呢 历史记载花了400块的早餐 7个人吃400 好像也算 400乘以52倍嘛 对不对 20800 一个人吃2,900 通膜已经中了 现在开玩笑 当然通膜不是这样算的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傻傻的换算过来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人吃了2971块 决定台湾未来40年 也算是可以接受啦 所以当时这个400块的早餐呢 就埋下了台湾一路从电子 到现在爱琪 到高科技的各种种子 而这个时候时间来到了1970年了 各位朋友 你知道我们拍过的建材展吗 工具展 半导体展 气垫竞赛 你知道在台湾最早最早的 国际型展览 你知道是什么展吗 牛车展 美国改装牛车 帅男 法国改装牛车 越南改装牛车 然后咧 然后现场超臭 现场耕田 对 都如不赛 不是 你看现在台湾每个礼拜都有展览嘛 但是在1974年的时候 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展览 要举办一个展览非常的困难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外贸协会 他们因为电子业蓬勃的发展 就在台湾台北 举办了一个台北国际电子展 台湾台北国际电子展 喔 那个时候 其实你用台语要 就人家去看展的很难 你帮到要跟我去看台北国际电子展 在南港国际展览馆 南港 那个时候没有南港国际展览馆 还好当时没有国际南港展览馆 你这周有用吗 我们来做台北国际电子展 一般在南港国际电子展览馆 而这个展览呢 它因为电子产业的蓬勃发展 到2005年前 它分成春展跟秋展 你知道当时的展览有多盛大吗 多盛大 当时的餐展有多夸张吗 多夸张 你知道当时的电子 然后那叫电工 所以当时有一个工会 叫做台湾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工会 去报名 你知道当时是要连夜搭帐篷排队的吗 那个排队的队伍 比跟五月天演唱会是一样的概念 想要餐展耶 多感人啊 台湾当年的工业 那这个时候谁很可怜 比如说中南部的啊 因为你都在台北工会嘛 那时候也没有网路报名 那个时候连网路播接上我都没有 所以大家就要连夜开车上来 那就不熟嘛 我们今天早上七点半 开始发发号码牌 高雄不是两年啊 所以在1983年 因为这展览太大了 这个利润之肯观 大家就抗议嘛 我们要通讯报名 我们要邮寄报名 我们觉得这个不公平 每次都是台北人的参加 台北人现在是怎样 哈 台北人现在是怎样 台北人现在是怎样 台北人是不错啦 说真的是这样 台北人现在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用邮寄的 我们大概就像是我们做标案一样嘛 那就大家统一报名 而这个时候关键的角色出现 公园院 在1977年的时候 公园院他们决定 然后来新建三寸 机体电路的示板厂 机体电路的IC可以干嘛呢 就是电子表里面在用的 但是当时因为整个市场的心情不足 带完这轴 所以大家就是不买单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日本的电子表 做得非常非常的惊人 我妈她其实在结婚来的时候 她那个时候有送一个 SECOL的那个手表 到现在还在走 就是当时电子表是奢侈品 然后以前的东西很奇怪 不会坏 就是你只好保养的话不会坏 所以当时在台湾设这个厂 实在是太先进太前卫了 所以没有人敢下单 怕做出一些不轮功的东西 But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个 同学的重要故事了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香港来台湾的乔生 他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发现 诶 这个厂的厂长 TMD不就是吗 我同警示的同学吗 你知道朋友之情 就下出了第一单 10万颗 所以说为什么从小到大 我们大家都说要好好考试 要好好念书 因为呢 你到那些厉害的学校里面 你朋友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 他以后给你下10万颗单的几率 也可能会高一点点 而除了电子表之外呢 其实当时在台湾有个东西 非常的流行 也就是原子笔上面有电子表 你知道在小时候 就是我曾经去参加过那个老工厂 以前的台湾人 就真的有各种各种奇怪的创意 那个原子笔筒上面有电子表 我那时候还看过什么最奇葩的 哦 鞋子啊 就是那个鞋子的这个上面有没有 有表 为什么要这样 有创意啊 因为那个时候呢 其实制造成本非常低 然后卖到世界各地又非常的赚钱 所以在当时只要有钱的事情 台湾人就喜欢做 这个时候呢 这个低成本高暴力的示范工厂 他就一路转移到民间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除了 按键室的电话IC 遥控器的IC 音乐卡片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们国小没有流行 因为卡片 圣诞节的时候打开 一个很小的 对 小的 那个就是IC 然后示范工厂就很开心嘛 就把这个技术遗传到民间了 流传在民间 流传到民间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就出现了 在新竹的科学园员区 莲华店子 也就是当年工业院电子所的副所长 曹昕城先生 他就来联电借了董事长 其实一开始的联电 他是因为没有什么单 所以一路是亏损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故事应该可以告诉大家啦 你现在公司亏损 对不对 没关系 你要等待机会 你要等待市场 你要等待你的命运的安排 我相信时间一到 你就到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982年 你知道在这一年 发生了一个多重大的事情吗 美国他们开放了通讯市场 你是不是完全没有感觉对不对 你从小出生就有电话了嘛 在以前电话是国防等级的东西 而这个事情呢 他也开始出现了 比如说Motoora Nokia Sony Ericsson 你知道在苹果出现之前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个 手机战国时代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时势造英雄 所以联电呢 他们就转投入到这个市场 跟这个赛道 在11月的时候呢 总算损益打平 开始赚钱 而这个时候 当大家看到他们开始赚钱 你知道台湾人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嘛 只要肯赚钱 大家都开始投资了 所以这个时候 半导体的时代就来临了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好 我最喜欢的一趴来了 在这个电子业 IC蓬勃发展的时候 你知道有个东西 我们没有提到 但是它是充分影响着 我们从小的年代 电玩 你知道当时在1970年代的时候 还没解研 在那个时候台湾它的电子业 其实有代工非常多的东西 你知道 你有没有看过玩那个飞镖店 我们玩那个 什么超悟空啊 小马力啊 以前就是一个一个灯泡 一个一个灯泡 然后你就按然后 然后压嘛 就是有那个77777啊 小櫻桃小櫻桃小櫻桃啊 你就会中了 总而言之在那个时代台湾呢 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末期 其实台湾的做IC 是非常非常之厉害的 尤其是赌博电玩里面的IC 当时呢 台湾的出口 你猜多少钱 1.3 1 在1970年代这个蓬勃的发展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公司品牌 其实我们一定要提到的 就是任天堂 正确来说应该是1969年了 那任天堂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拍一集跟大家讲 它的历史故事 但是呢 虽然在1970年代这个东西靠出口 然后赚了非常多钱 当时毕竟是在戒严的时期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就站出来了 那个人叫做林阳港 当时林阳港他其实是内政部长 所以他就引用了一个经典名言 两害双拳取其亲 两立双拳取其大 所以当时呢 他们就下了一道命令 全面禁止打电动 超嗨的 你们知道 干 如果现在台湾吓在那边 你会暴动吗 但是我们再次强调 就是我们千万不能用现在的观念 去看待以前的事件 这是在所有观看历史背景的故事里面 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你没有活在档下 你不知道当时的时局 有多少的不可变跟可变的因素 因为就是历史就过去了嘛 过去你知道我们就是让他 过去让他过去来不及 好了 回到头来我们有讲过嘛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东西是什么 是变嘛 所以就是当这个时局在变了 林阳港将下去了 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嘛两条路 第一个就是我坚持做赌博新典玩 就被抓走 第二条路呢就是改变嘛 所以当时台湾人格局呢 就完全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台湾人很聪明 这个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新商机 也就是computer 台湾很厉害了 其实你知道当时台湾就是 有几条路啊几条街 你走进去 你可以自己组装电脑的 就很像是 你知道在大陆的一个城镇里面 你有一条街 你是可以自己组出iPhone出来的 违法了 嘿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台湾违法的时间 你知道像我们公司 其实我们的公司电脑都是用苹果的嘛 你知道台湾曾经是做过苹果电脑的吗 讲到电子业 你绝对不能不提到 现在这个称霸台湾3C产业的苹果 而因为这个林阳港先生呢 他突然一刀斩下去 就把全部的赌博性电脑产业把它斩断了嘛 但是所有的工厂当然不是说 今天做一个卖一个做一个卖一个啊 所以有大家非常囤积很久很久的IC版啊 或者是很久的电脑主机嘛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在1976年的时候苹果 贾伯斯先生他推出了 Apple 2这张电脑 但是这台电脑呢 他因为没有保护程式 而且非常好仿造 而且呢还可以打电动 那台湾人呢就把那些被林阳港先生 所突然中断废弃的那些老电脑 跟旧的IC版呢 把它拿来改造 改造成苹果2的电脑 台湾人超强 而在这个时候1982年 其实XX他们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 开始进入到电脑的世代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XX呢 他们其实就做了一个叫做 小教授二号的个人型电脑 当时的售价大概是 7,950块 在80年代的时候 而那个时候呢 其实一台正版的Apple 2的电脑呢 大概是要1295块美元 当时36.84可以换一美金 所以等于是相当于台币 47,700块 那我们刚才提到 当时台湾做这个小教授 二号人要多少钱 7000多块啊 除以7 9 50 相当于一台正版电脑的 六分之一的价钱 功能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台湾就开始外销了 卖得到全世界去 所以这个时候苹果就没送了嘛 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 苹果公司其实正式的提告台湾 当时这个美国世纪有名的公司呢 冲来台湾 一次告了这么多台湾的公司 之后怎么办呢 台湾这些小公司 全部都跑去向政府求救嘛 那你知道台湾政府说什么吗 基本上以你们智慧财产权权的观念 那你们是没救了 不过呢 其实在最后最后 因为证据不足 这件事情就是落幕啦 所以也没有告成 不过呢 虽然这件事情没有告成 但是台湾在国际的电脑市场上 算是臭名远播啦 所以整个世界呢 全部都奉杀台湾的电脑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要变嘛 于是 每一次的危机 总会是引来新的可能跟希望 有一间公司 其实只要提到它 算是挽救了那个时代的台湾电脑 它叫IBM IBM这间公司呢 它其实想要开发 就是相容的系统 因为当时 全世界的每个电脑 大家都在做自己的系统 然后大家都不相容 所以大家都没办法互相合作 或者是 无法把别人的智慧 引用到自己的公司的城市里面来 那IBM这间公司非常的聪明 他就说 你只要付全力金 你就可以用我的系统 然后去做各种东西 所以总算 跟IBM共同开发了台湾 又能够再次加入 国际的电脑世界主流了 那这个时候 台湾的经济又再次起飞了 这个时候 因为为了电脑需求嘛 有零件厂 然后有板金厂 显示器 电源供应器 键盘 你看多大的商机 多少人因为这个事情 养活了家庭一家大乔 感谢IBM 所以也因为这些东西的普及呢 在1980年代的时候 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光华商场啦 虽然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但是你看到现在光华商场 还是这么有名 你只要走去光华商场 你就可以自己组合出你的电脑 所以这个时候 台湾就在很小的市场里面 走到规模经济 专业代工 但是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会变的 再好的市场 它还是会变 Costdown的时代来临了 1992年的6月呢 美国提出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外包策略 就是外包外包对外包 所以你不需要设一个很大的厂 去增加自己的成本 美国 他们推出了899块的电脑 个人电脑这个市场呢 完全陷入了价格战 但是对台湾是一个好事 因为外包嘛 就外包到哪里 台湾呢 那台湾的美金工厂 就是为了要抢工这些单 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 快速出货 就出货快 就是在市场角色就这几种 要买就是做得比别人快 要嘛 比别人便宜 要嘛品质比大家更好 所以当时台湾就有一个名言 cost down cost down cost down 再挡比挡还要挡 当时台湾的下单数率 到底有多惊人呢 也就是说你今天下单 95%的货 我可以在五天那里交给你 这个东西就叫做955 之后呢 又一路眼睛倒了 982 也就是98%的货呢 我可以在他妈两天交给你 接下来台湾人厉害到 动动二次了 也就是说 你百分之百的货 我可以在20小时之内交给你 超屌 所以这一路来到1999年 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你们那时候应该有听过 台湾就是叫电脑王国吧 这个时候我们做的 比例新电脑 跟电脑这个产业出口多少钱吗 突破10亿了吧 不止突破10亿 107.5亿 也是在所有资讯产业里面 出口最高的项目了 台湾的电子业 如果用当年没有通货膨胀的台湾 都等于现在税收一年的三分之一 很惊人 没电脑 电脑也可以滚头刀 不过在这个时候 此时此刻我们讲的三大项目 其中一项快速的卓业发展 那就是液晶面板 是不是越来越来到 大家熟悉的年代了 2000年了嘛 我们来到了千禧年 讲到液晶面板 其实大家都会讲到SHOP 但是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SHOP是什么 对 鸿海的SHOP 不是鸿海的SHOP 其实当年的SHOP是日本的 但是讲到SHOP 你就不得不提到鸿海 你还记得鸿海它以前的全名叫什么吗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 从小学工业长大赚大钱 好关于鸿海 我们有机会可以拍一集跟大家介绍 其实SHOP最早其实是日本的 但是在1997年的时候呢 因为泡沫经济的关系 所以就冲过来跟台湾一起合作 我们最喜欢跟日本合作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日本人他很喜欢 帮助台湾人做技术转移 那为什么在电子业里面 我们要提到面板呢 我们刚刚讲就是台湾已经 电脑蓬勃发展了嘛 电脑最需要什么 萤幕嘛 你如果电脑没有看萤幕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不知道啊 而这萤幕的技术呢 它就从电脑到现在电视 电视就发展到LED OLED 其实在2000年之后呢 台湾的电子业 也就产生了一个蛮大的巨变 因为当时台湾赚过钱了嘛 赚到钱之后 大家就越来越不想要去做便宜的工作嘛 那台湾的薪水就自然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那在全世界比起来 台湾的人力变贵了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就往外面去设厂了 然后紧接着也因为 当你的文化发展越来越好了之后 大家会从劳力开始去在意技术 技术在意完了之后 你设厂的时候会在意什么 环保环境嘛 这一定就是通往是一个社会文明国家 一路发展的一个正常的方向 在2000年的高峰过后呢 这个10年之间迅速的下滑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支通讯产业呢 从50.8%一路降到了4.9% 以代工为主台湾的产业呢 就因为原物料上涨嘛 人力高涨嘛 价格竞争嘛 毛利变低了嘛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不搞啦 就跟你说了嘛 这世界什么都会变 当这些产业外移 又加上毛利变少 工资增加的状况下 大家就越来越不想干了嘛 那所以台湾的未来究竟能干什么呢 我们有机会再拍一集跟大家说 十字今日呢也就是从2000年一路发展到现在 10月的台湾到现在发展什么呢 比如说IoT嘛 人工智慧嘛 世世代科技跟通讯应用嘛 就好比说什么 地轨道卫星啊 或者是在发展一些接收站啊 还是发射器的零组件啊等等 说到这里 其实我们已经一路把台湾的电子业的历史 大概的讲解了 从1974年演变到现在 你知道电子业变得多不一样吗 那你知道除了这些动画之外 你可以哪里真正看到电子业吗 那就是电子展啦 而从1974年以来 电子展也现在变得不一样 今天有六大展区 它总共有三天的时间 这是有电子零组件及配件 仪表仪器 电机及自动化设备 电池与电源供应器 照明科技及应用 次世代通信科技及应用的主题摊位 其实在电子展你还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说供电的纹压系统 或者是 你可以看到这种小零件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重机在打方向灯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开关是什么呢 就长这样子 它外面那个塑胶射出的电片的里面 它下面就是一个僵子的感应 然后呢 它就会接线 接讯号 这里就是零件 在电子展你也看得到 你看这个很酷 透明的萤幕 你知道这是以后可以做什么吗 可能以后我们这个世代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阿公阿嬷 现在都需要一些外籍移工来帮我们照顾他 那你去医院要领药的时候怎么办 就没办法翻译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看我的 讲的话已经 我是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代表我很天真 也代表我是个贱人 贱人不能讲这么话 我帮大家看过了 这边看过去的这个厂商是最优质的 有长官经过了 这位是外贸协会的董事长 你觉得我这样子的外贸大概是可以算几分 你说90分没有人敢说100分 其实外贸协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带台湾的厂商跟产业出去 给世界各地看 长官你觉得像我们这样子 什么时候可以跟着你们一起出去 我们一年没有疫情的时候 365天天天都带着业者在国外开脱市场 像我们这样的身份算是 是台湾的业者还是算台湾的媒体 我们期待一起去到国外打拼吧 真的吗 有这个机会 当然有 有这个荣幸 当然有啊 谢谢长官 期待将来有机会一起出国 谢谢 非常多种 只有三天 10月26到28在南港展览馆 大家赶快来看 好的 如果你喜欢看这些工业类型的故事跟历史的话 欢迎在你下面按赞订阅跟分享 或者是有什么样想要看的内容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我每一者都会好好的认真收看 那这些超认真少年 我们下礼拜见 对咯 爸爸 我们附近其实有一根杂货店 然后我们在地区的人都叫好欧店 就是反正它里面就很黑 所以大家都买它欧店 然后你就可以抽那个散卡 然后你可以买那些小铃嘴 然后什么的 它里面就是有那个电玩间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到被朋友背叛的感觉 这个国小同学啊 他叫 林鸿章 那时候国小 男生小时候不是都跑去别人家里玩吗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带你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那时候我们去买那个小糖果 就是5块钱你知道会抽一些小礼物什么的 我会跑去玩 他就带我进去那个里面的那个电动间 然后他外面就有那个类似小马力的那种机器 然后那时候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就去投那个钱 这个时候叛徒出现了 这个林鸿章啊 他带我去玩之后对不对 然后他爸好像叫他回去买牛奶还是买什么 我忘了 那时候我们家小时候在开那个甘马条 他就走路来我们家买东西 然后顺便跟我爸讲说 我在那个里面打电动 两包 我们就在那边玩 我就丢了一个那个零钱 然后下去按那个电玩 他就怕 然后我就突然中 然后就掉一堆钱 然后真的是一大堆的那个小金钱 我就很开心 哇 然后我又开始捡那个钱的时候 后面就有一个人拍我 然后怎么会就是我爸 我爸带着我走路回家的时候 还一句话都没有讲 他钱呢 好像被我爸收走了还是 然后我人生第一次被菜刀打 就是这个时候 你知道被菜刀打是这种感觉 反正那是我国小二年级的事啦 但这个事情我记到现在 所以 李永章 如果你现在还在看到我的影片的话 我永远记得这件事